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萌新国战 今天的萌新国战稍微有点不同 也就是萌新国战的最后一期 我们的萌新直接成长为VIP10了 然后我们拥有的武将也从原来的 一个都没有变成了全都有 神将没有 一将成名也没买 所以说还是有成长空间的 我们的模型还是有成长空间的 SP的话也就有了官所造香网语这些 神号这些 不过应该也不会再成长 然后今后的话 这个系列的话会变成美日国战 美日国战的话有两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呢是 奔放国战 也就是上来就首量 然后根据自己首量之后 场上的形式 然后来分析判断暗将的身份 然后一个一个打暗将 此获得游戏的胜利 另外一个呢就是 为所国战 但是蹲着 不量将 然后来分析场上的局势 等到合适的时机 直接一波量将 再翻全场 这是两个主题 好我们今天就先还是继续普通的 很久以前 我觉得充钱玩游戏的 都挺蠢的 后来我就变成了 我曾经最讨厌的样子 把游戏不充钱玩你妈 不能充钱的游戏怎么能开心呢 所以我们是七个选将框 讲怎么选就怎么选 不再被强制选将 属国就不选了 属国就不选了 魏国的话 太后渊肯定要带的 另外就是带脏霸 或者带脏盒了 越境不行 越境太弱了 就带个脏盒吧 太后渊脏盒的话 可能又有人要说了 你这个不是武将技能冲突了吗 还是没有关系 我们四血武将的话 不是说两个技能都要用的 我们只要用一个技能就够了 上来有万剑先放了吧 我们也不怕野是不是 万一召唤出个大位 我们直接上车 你点出来了 再出来一个魏国我就亮将 这是小桥 没有魏了吗 看一眼 看一眼他 万一他有可能是魏 真是魏 既然这样的话 自由轮不能亮 而且还要留点牌保护队友 不须与猪将争攻 尊取让7号活到出牌 现在先不跳 先不跳身份 再召唤咱俩 还是男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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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